大家好, 我是今集的主持人吳家謙 今天我們請來臨床心理學家黃斯敏小姐 跟我們講解一下處理精神壓力的秘訣 斯敏 斯敏, 節目開始了, 你為何閉上眼 我在做靜觀練習 壓力大會令人睡眠失調, 情緒低落, 和思想負面 今集我想教大家減壓秘訣 就是先回應心情後處理事情 好啊, 一般來說 我們如果壓力很大的時候, 身體會有甚麼反應 當我們覺得精神壓力很大的時候 身體會釋出一些壓力賀爾蒙 例如腎上腺素和皮質純 令身體出現一連串的生理反應 包括出汗, 呼吸和心跳加速, 血壓上升, 頭痛等等 不過呢, 有時遇到有挑戰性的工作 雖然是有壓力的 但反而會激起了一個奮鬥心 個人更加努力的 是啊, 壓力都不是百害而無一利的 他都有他的用處的 隨著壓力的大小 對我們的工作表現都有一定的影響 當壓力太小的時候 人會覺得工作枯燥乏味, 缺乏動力 令到表現欠佳 當工作難度提高 即使會增加壓力 但是負挑戰性的工作 會驅使人更加積極落力 所以適當的壓力 都是推動力來的 可以提升工作表現 不過, 長期處於過大的壓力之下 就會令人頂不住 不單止會導致表現下降 還會對身心造成負面影響 那麼壓力太大的時候 會怎樣影響我們的身心健康呢 如果長期處於過大壓力之下 生理反應持續下去 以致無法回復至正常狀態 就會引致身心症狀 例如身體方面 會出現肌肉疼痛 免疫力下降 情緒方面 會出現焦慮、抑鬱 行為方面 會出現睡眠和食慾失調 社交退縮 認知方面 會出現健忘 很難集中精神 不過生活又怎會完全沒有壓力 我覺得我們要學習的是 如何管理壓力 即為了減少你剛才所說的情況出現 可否給大家一些建議 面對壓力的時候 我們首先要回應心情 安定了心神之後 才有能力去處理事情 因為當我們覺得很大壓力的時候 腦海很容易被一些負面的想法 和情緒纏繞 例如長者因為腳痛 而擔心身體逐漸退化 而想到日後會變成殘廢 依賴他人就是俗語所說的 轉了牛角尖 這樣想不僅減輕不了腳痛 還會令心情變得更差 行為更消極 莫說處理其他因腳痛而起的問題 其實我有時會駐牛角尖 越想越多 情況好像越變越差 但我又知道這樣想 其實解決不了問題 這個情況我們應該可以怎樣做 我們可以嘗試做靜觀練習 有助安定心神 大家都一起嘗試吧 首先 找個寧靜舒適的地方坐下 坐好之後 可以慢慢閉上雙眼 先留意這一刻身心的感覺 例如我的肩膀很緊 或者我覺得很緊張等等 如實地接納這些感覺 之後 我們將注意力放在呼吸 自然地一吸 一呼 腹部自然地一起 起 一伏 現在繼續自然地呼吸 並且將注意力帶到雙腳 感受腳板碰地 臀部坐在椅上的安穩感覺 在這個練習將要完結之前 我們深深吸一口氣 再慢慢呼出來 現在可以慢慢睜大眼 望向周圍的景物 亦可以伸展一下身體 做完靜觀練習 法國人的心境平靜了不少 頭腦都冷靜了 是的 靜觀練習 令我們有空間去調節自己的心情 除了靜觀之外 還有其他方法都有助我們減壓 例如身心鬆弛練習 和體能活動 找信任的人聊聊天 凡事量力而為 避免太急忙 實踐健康生活模式 都有幫助 大家都記得多點練習靜觀 以先回應心情 後處理事情的方式 去處理精神壓力 如果你長期都處於過大精神壓力之下 以致影響日常生活的話 就記得要及早求醫 又或者可以致電 情水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求助